这个月,贾尚科导演的记录长篇一直游到海水遍蓝进入院线,楼叶指导的蓝星大剧院终于定党。 同样被归类为中国第六代导演,楼叶和贾尚科的作品中有着共通的即时性, 但楼叶的电影更多地从个体的爱与情仇出发, 贾尚科的电影则不断地将目光投向环境的变迁下,他人的苦难与挣扎。 2013年,贾尚科根据三起真实刑事案件以及富士康跳楼事件改变了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在法国甘纳电影节拿下了最佳剧本奖。 这部电影的剧作无疑是最出彩的地方,初看下来它是四个故事的拼心拼凑, 但仔细回味却能感受到四个故事之间丰富的铺垫与呼应关系, 联系起来实际上是讲了一个故事。 在这样缜密的剧作之下,这部电影借着武侠片和枪战片的暴力美学外壳, 讲述了四个当代民间传奇。 电影的英文名A Touch of Sin也是在致敬胡敬全导演的侠女英文艺名A Touch of Sin。 因此,为了能让观众明确地感受到电影中的武侠元素, 并在这一层滤镜之下去感受其中的故事。 这部电影的视觉风格把控得十分严格和统一。 今天,我们就来拉片详解一下这部电影中根据电影交案改变的第三个故事, 逐渐聊聊影片的高潮段落、次观的视觉设计, 并从这个场景里反观整部电影的影像结构。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电影的剧情。 这部电影一共讲述了四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由江武主演,由胡文海恩改编。 江武饰演的大海因为不满村中的煤矿被富豪霸展, 试图写信告状,却曾曾受阻。 村里受力一勾连的人都视他做眼中钉, 其他人也觉得他只不过是个笑话和麻烦。 恼受惩怒,走投无路的大海, 最终扛起了一枪,准备要把这一个个牲口干掉。 第二个故事由王宝强主演,由周克华恩改编。 王宝强饰演的三儿靠着一把黑枪走遍大江南北, 冷血无情地杀人抢劫。 他渴望香港枪战片中一般刺激的生活。 除夕夜,他回到家里给母亲助手, 在家乡的停留,与母亲亲儿的相会也没能改变他的心意。 大年过后,三儿又毫不犹豫地踏上了亡命生涯。 第三个故事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聊的, 根据邓宇焦案改编的次官故事, 我们后面详细来讲。 第四个故事, 以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为背景编写。 湖南人小辉在做工的时候和同事闲聊, 害同事割破了手不能干活, 工厂领导要处罚他为同事白干两周。 小辉不乐意逃到了东莞。 在东莞,他先是找了一份夜总会的工作, 在这里遇见了新工作者莲蓉。 与莲蓉的相处过程中, 小辉爱上了他。 可莲蓉告诉小辉, 他已经是一个三岁女孩的母亲了。 失落的小辉又跑到另一家工厂做工。 最后,在母亲的不理解, 与朋友的反目中从工厂宿舍阳台一跃而下。 回到第三个故事, 在电影中, 改编后的邓宇焦, 小明小玉。 张嘉义饰演的角色是小玉的情夫, 他们已经在背地里纠缠多年了。 小玉希望情夫可以在他和郑妻之间 干脆利落地做一个抉择。 要么和郑妻离婚, 和他一起好好过日子, 给他一个未来。 要不,和他分手, 回去和郑妻好好过日子, 放他一条生路。 可情夫又如寡断, 只是不停地劝说小玉离开湖北, 陪他一起去广东工作。 他一边想要拖着小玉, 一边又放不下自己的正常生活。 小玉最后, 没有顺从情夫的意愿, 而是给情夫下了最后通牒, 给他半年的时间考虑。 在火之战分别时, 情夫将不能带上火之的弹簧水果刀, 留给了小玉。 小玉后来, 也是用这把刀, 完成了自观的壮举。 离开火之战的小玉, 在城市里游荡。 表现这一部分的镜头, 人物被埋在环境之中, 既符合武侠片应有的美学意境, 又贴合了故事想展现的, 个体与环境的关系, 在其他三个故事中都有使用。 小玉的职业, 是一位萨拿索的前台服务员。 在回到萨拿索之前, 小玉看见了街边, 铃舌转时美女的观光车。 那天晚上, 情夫的正妻带着打手, 来到了萨拿索, 把正在工作的小玉暴打了一顿。 为了逃避追打, 小玉躲进了铃舌美女的面包车, 在这里, 接受了来自一个陌生人的善意。 铃舌美女, 是小玉故事中的神来之笔。 在正妻带人找到小玉之前, 小玉站在前台发呆, 电视上播放的, 正是家喻户晓的新白娘子传奇。 里面的许仙, 郑重其事地介绍自己。 由此我们可以猜测, 小玉这个时候, 也在思念自己的许仙。 而小玉自己, 则是白娘子。 本来是蛇, 渴望成为人, 渴望拥有像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可无论她如何努力, 在乏海与世俗的眼中, 她却仍然只不过是一个妖, 一条蛇。 也正因为如此, 当小玉在路边, 看到一条匆匆爬行的蛇时, 才会放慢脚步, 紧紧地注视着她。 小玉来到城郊建设中的飞机场, 她的妈妈在这里打工, 为建筑工人做饭。 她跟妈妈说, 她在宜昌见到了爸爸, 可还没等她说完, 妈妈就转身走开了。 关于爸爸的事情, 她一点也不想听。 从这个细节里, 我们可以感受到, 小玉的妈妈受到了父亲的深深伤害。 从飞机场打卡车回镇里, 镇口的地方黑洛市里, 又向飞机场的工人, 强信索和过路费。 在工人不愿意给钱的情况下, 一副恶霸模样的村干部, 叫人把工人暴打了一顿。 紧接这场暴力啰嗦之后, 电影就进入了刺关的段落。 这一晚的第一颗镜头, 小玉一如往常地站在前台后, 小玉深情的电视屏幕上, 讨论着有关动物自杀的话题。 她的身后, 是一幅画着古代女子的古画。 古与金的呼应关系, 贯穿全片。 大海故事中, 村里戏台上的林冲, 小灰故事中, 莲蓉扮成的花旦, 小玉在结尾望向的苏三。 这种古与金的对应, 让电影中所展现的故事, 不仅仅是对贾张科所见证的时代的刻画, 更是对这片土地上, 亘古不变的, 善与恶的轮回的探索。 而电视上播放着的, 关于动物自杀的节目, 城前启后。 城前, 是先与第一个故事中, 反复出现的牲口元素对应。 在大海的故事中, 牲口是人的象征。 这里, 电视节目的内容在拷问人类。 动物, 也会自杀吗? 这一言论, 大概对于那些认为, 人类是地球唯一高级生命的人来说, 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或许, 也是在拷问荧幕前的我们, 是否习以为常, 理所应当的, 忽视, 或者轻视了, 我们所看不见的世界中, 所存在的苦痛。 小鱼看着这个节目出神, 一方面, 暗示了小鱼内心, 所存在的对自杀隐隐的渴望, 以及, 在这种渴望里, 所包含的, 他对于生活的绝望与无力。 同时, 为第四个故事中, 小鱼的自杀, 埋下了伏笔。 和同时换班后, 小鱼上楼休息, 像我在镇口, 收购路费的恶霸, 带着另一个恶霸出现了, 要来桑拿索找乐子。 镜头, 切换到了在水房, 接水洗衣服的小鱼, 水房里缠绕的水管, 不禁让人联想到, 在小鱼的故事里, 反复出现了异象, 蛇, 也再次暗暗地提醒了我们, 小鱼和蛇的呼应关系。 远处水池旁, 白放的鲜红色保温瓶, 暗示了接下来, 即将发生的雪光之灾。 缠好水的小鱼回到房间里, 在回房间的路上, 被两个恶霸给盯上了。 房间里的墙纸被芭蕉叶铺满, 画面深处是小鱼被割裂的镜像。 割裂的镜像只要在电影中出现, 一般都是为了渲染人物的内心挣扎。 而芭蕉叶的元素, 却是贾尚科为这部电影所找到的核心视觉元素。 全片, 芭蕉叶第一次出现是作为片名的背景。 第二次出现就是在小鱼的房间。 再一次出现, 是在小灰打工的广东、东莞。 广东对于小鱼来说, 是情夫提供的另一个选择, 继续躲藏, 继续维持原有的生活, 继续作为支舍。 被来自广东的芭蕉叶包裹, 就是原有生活, 对角色的囚禁与羁绊。 这或许是芭蕉叶 在这部电影中的独特意义, 也是贾张科将它作为 全篇标题背景的原因之一。 而普遍意义上, 植物在电影中出现时, 总是带着一股不可遏制的生命力。 在大海的故事中, 当他被焦老板的人打得头破血流之后, 焦老板派人到医院, 想要用钱送回大海。 这个时候, 大海的脑袋正后方, 就是一盆绿意盎然的花篮。 后来, 大海来到城里找姐姐诉苦, 姐姐劝他, 过好自己的日子, 斗不赢恶人, 就别再管村里的事了。 大海说, 他们饿, 他能比他们还饿。 这时, 大海身上的菌绿色特别显眼, 他的背后, 也摆了三盆植物。 在三儿的故事中, 他儿子在除夕夜, 站在一片菜地里, 望着满天的烟花。 三儿也是站在这一片菜地之中, 趁着烟花的轰鸣, 为儿子朝天开了一枪。 这一枪, 与远处不断重复的烟花, 毫不相同。 大海在离开姐姐之后, 拿起了猎枪。 三儿在过年之后, 坚定地回到了亡命生涯。 几千奥发生的暴力, 在施暴者的心中, 都如同渴望生长的植物一样自然, 好像被注定了一般。 也因此, 每当植物出现时, 都是故事中, 反抗开始萌芽的时刻。 而被恶霸盯上的小玉, 注定是要举刀起义了。 小玉开始洗衣服之后, 镜头切换到墙纸, 然后慢慢地摇到了房门。 一个恶霸突然把门打开, 想要让小玉给他按摩。 但小玉告诉这个恶霸, 他只是一个前台, 不是按摩师, 将恶霸拒至门外。 接下来, 电影进入了一个两分钟的长镜头。 镜头一开始侧对小玉, 把小玉卡在墙角, 一如当下他的处境。 被小玉拒绝的恶霸又把门打开, 强行侵入小玉的个人空间。 小玉把门关上, 镜头随着小玉坐下, 门又被突然打开, 两个恶霸都来了。 镜头再一次随着小玉起身, 紧紧跟随小玉的运动, 让观众锁定小玉的视角, 和他一同感受恶霸们的墙满。 在这一次对峙中, 小玉再一次跟他们强调, 他不是做按摩的。 下午小玉遇见的那位领导, 反问小玉。 这时, 小玉一片无词, 舔了一下嘴, 眨了一下眼, 竟然有一种心虚的感觉。 这个一闪而过的反应, 其实, 值得我们去细细琢磨。 因为恶霸的这一句不经意的反问, 触碰到了小玉内心最深处的痛点。 恶霸的潜台词就是, 只要是在散打馆工作的人, 一律都是小姐。 在最外层, 小玉作为她情妇的情妇, 一直渴望能够摆脱这个 不被世俗接受的身份。 她最憎恨的, 自然是别人在她和小姐之间花等号。 但与此同时, 小玉对于这样一种侮辱, 也无能为力。 因为她的确被困在 她对情妇的爱, 与情妇对她的拖延之间。 你如果不是, 你又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这样的一种反问, 其实让小玉在那一瞬间, 更加强烈地意识到, 自己所渴望的生活, 和自己所处的生活之间, 有着不可弥合的差距。 这样一种无力感, 激起了小玉更大的愤怒。 她直接吼向两个恶霸。 我不是小姐, 回家找你拉过去。 这个愤怒, 是她对两个恶霸的愤怒, 也是她对情妇的愤怒。 后面我们也了解到, 小玉的情妇, 其实就是小玉的第一个老板。 压榨工人的时候, 也是面不改色, 心不跳。 她也同样, 在为自己的私欲压榨小玉, 与小玉当下, 面对的这两个恶霸, 又有多大的不同呢? 而这样的一种愤怒, 自然引起了恶霸, 更恶劣的霸凌。 她拿着一袋人民币回到房间, 反复地用钱, 抽打小玉。 这个细节, 是真实出现在人物原型邓玉娇 对案发现场的复述之中的。 也是这个细节, 刺激到了贾商科, 让这部电影在她心中萌芽。 她在访谈中提到说, 拿钱打人让我非常地悲伤, 怎么可能这样去做事情? 践踏别人的尊严, 过去拍了很多电影, 人民也在大环境的压抑里面, 在社会转型带来的压力里面, 但现在, 普通人是与普通人的暴力, 普通人是与普通人尊严的剥夺, 似乎越演越烈。 在同一个访谈中, 贾商科将这部电影 与自己逛的作品进行了比对。 他说, 他过去的作品, 比如《站台》, 那么有理想的一帮人, 最后也就中午睡睡午觉, 完全被生活征服了。 但是, 这部电影里面的四个人物, 都是有破坏性, 有行动性的。 也许, 正因为在贾商科过去的作品中, 个体对有一大环境无能为力, 所以角色更加被动。 而相比较之下, 面对个体对个体的压迫, 情绪的发泄, 似乎更出手可得。 所以, 在这部电影中, 角色都决定采取行动。 在恶霸的霸凌下, 小毕抽出弹簧刀, 像一位侠女一般, 干净利落地刺伤了恶霸。 镜头的旋转, 也轰托了这一瞬间, 强弱地位的转换。 而在之前, 长达两分钟的长镜头压抑之后, 这样剧烈的镜头运动, 也让人看着特别的释放, 爽快。 而旋转镜头, 也在电影的前三个故事中, 反复被使用。 从人物的所见, 旋转到人物本身, 给人一种一切, 尽在他们掌控之中的感觉。 而这样英雄式的运镜, 在配以他们, 无法掌控被注定的人生, 讽刺性就更加强烈了。 离开房间的小毕, 手持尖刀, 仿佛白蛇吐出了蛇镜子, 对周围的一切都万分警惕。 他游荡在平日走过的公路上, 遇见了一只被拴住的猴子, 和两头带着铃铛的牛。 真是案件中, 事发当场被发现的邓宇娇, 口中不断地念着, 他们是畜生, 他们是畜生。 我想, 这里的牛就是贾张科, 对邓宇娇当时内心恐惧的外在处理。 同时也让人反思, 那两位恶霸, 又何尝不是被大环境, 被体系, 奴役的牛呢? 最后, 在走向妈妈工地所在的公路上, 小毕停了下来, 自首了。 也许, 是他和妈妈的那一丝温情的勾连, 最终将她从愤怒中唤醒了。 后来, 小毕来到山西, 看见了戏台上的苏三, 这线口口声声, 质问被陷害的苏三。 镜头, 先是对准小毕, 小毕和醉之友。 继而, 镜头对准了戏台下, 伸长了脖子看戏的人群, 也是对准了荧幕前看戏的我们。 一颗之醉。 A touch of sin, 执意回来, 就是一丝丝的醉。 普通人对普通人的践踏, 给贾张科带来的震动, 让他想要带着观众一起反思, 我们是否都有一丝丝的罪。 贾张科, 似乎将拍摄这部电影之前积压的, 对大环境的无能为力, 在这部电影中, 通过最暴力的暴力, 发泄的一干二净。 在这之后, 他又渐渐回归到, 对于故土的关注上, 拍摄了山河故人, 江湖儿女, 直到今年的,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如果你已经在影院里看过,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欢迎留言和大家分享你的观音感受。 你还希望我们解析哪一部贾张科的电影呢? 也欢迎弹幕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 收藏,转发, 让更多人发现我们。 Cinny马拉松,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